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河北的选手 比较喜功好杀 战斗的欲望非常的强 年轻人敢于进攻 积极求战 这种风格也是值得赞扬的 张伟应该说最近的一段进步也非常的快 去年作为上海队的主力成员 他个人胜利也非常的高 由于团体的成绩也比较好 他也是成为了继广东队的许国毅之后 通过向甲联赛而成为象体大师的一个新的选手 赵伟据他们上海队的选手们聊天时说 说的平时也比较用功 兵书战策非常的娴熟 红方中炮直居 黑方平马强颈7组 这个棋也是最近出现的多一点 那你觉得怎么样这种走法 你喜欢这种走法吗 我觉得黑方足三进一是非常有策略的一个走法 他首先就是防止了红方这个近期足的一个变化 然后也纳入了自己一个轨道 这个可能也是针对性比较强 针对红方喜爱走近期兵的选手 采用一种强行两头舌的这个思路 这个最近一两年的象甲当中 也是十有选手来采用 那么大家众所周知 这个河北队这个棋异风格 是比较崇尚这种进攻的 起攻好杀 特别陆伟涛他走这个近期兵 五六炮什么就比较擅长 也素有研究 包括他的队友身旁 他们都是这种进攻的好手 打到厚服的棋异风格 那陆伟涛呢 现在就没有这个近期兵的机会了 他就走马吞变 那么黑方呢 就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呢 达到了这个 这个 两头舌的这个计划 还有我们烧卖的 我们这个动作呢 可以给大家烧卖的 因为这个棋呢 对于我们这些棋手来讲呢 很常见 一般呢 就这种走法呢 是拘二进六 他马上就在红方马八进九 足算机这么走的比较多 对 那么走到这种棋呢 就是红方 他呢 他呢 摆得比较坏 他直接泡花瓶 实战这话 实际上呢 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 是走泡花瓶六 这个你就看出这个 南北风格的这个选手 反正你在印象里边 就是什么人走泡花瓶六 比较多呢 泡花瓶六 那个队的风格比较多呢 这个棋其实我觉得挺少见的 但是我只有印象里 好像看我们队的 蒋川大师下回这个棋 对 蒋川呢 这偶尔也走 但蒋川走这个棋的频率 并不是最高的 实际上最近一段啊 这个广东队 这个张学潮他们呀 走这个棋走的特别多 而且也取得了 不错的战机 他的就是这个路 思路呢 就是稳住求胜 他呢 不冒的风险不大 你泡人一打他回来 这个大中日期 都这么紧张 对调 然后持 泡 居平安 居八进四 然后他相当进五 黑方要不会有效 然后他对冰 接手 对调 一持 然后他十字进五 就是基本上 这么一个棋 红方呢 这时候有十字进五的 有冰酒集一的 反正这个 张学潮他们呢 就是对付这一路变化呢 比较有体会 还比较 系列 包括国公队这个女子 陈杏林 他们也都比较喜欢这么做 哦 对 陈杏林 也是受一个队的影响 对 他下了这棋 我看 同方的能够 这个线杀比较微弱 但是呢 能够比较稳固的来掌握 这也是一种理念 就是说 我不冒特别大的风险 然后这个棋局呢 我比较容易操控 可攻可守 进口攻 退和守 如果不好攻的时候 我就 争取 不让对方 有更多的机会 反击我 他这也是一种理念 所以说 你看这个 真是一方谁就要一方人 当然说的 也有我们棋手 对这个赛前的战术 具体的准备上 那么本局当中的红王 就扑阿平棋 扑阿平棋就攻击性比较强 这个棋局呢 比较复杂 容易产生这个对攻的局面 马森杰 黑方这个风局实在必行 这个棋呢 还得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就是说 他如果走扑阿平六的话 黑方一般就不这么走了 因为这个 马森杰以后 将来马二进一 也不是先手 另外他还有 抛这个打 这还有这个打中兵等等 对 所以这个阵型呢 就得抛中兵 这个阵型就得马森杰 因为他将来马二进一呢 登兵是一个先手 所以哪个棋 怎么 针对性呢 他是有相当的这个考究的 一方 红方具有建议 一方中物呢 比较活弱 必须要巩固了 出了一句 红方 十四九 这个棋呢 实际早在 六七十年代 我就见过这种做法 但那个时候呢 这个棋呢 没有走特别流行 后来曾经一度呢 觉得红方这个棋呢 还是容易占优 最近三四年呢 这个棋 黑方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 那么黑方也找到了很多 说这个更加积极的防御 更加结实了这种打法 然后实际红方是走个兵武精一 对 兵武精一也是传统性的功证 因为这个棋呢 红方除了兵武精就居住进武 那团团你看这个棋 黑方怎么怎么走呢 居住进武 黑方只能赶紧 先把这个马给淘开 他有退炮的 有平炮的 他平炮 黑方这个时候还有什么 拱旗族的 对 有一个充兵的 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这个 这是灯霜居什么 还有足以进武稳健的 这个棋呢 就是说居住进武呢 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这个招法 那本局当中呢 就是红方没有直接走居住进武 他先走兵武精 就是表面一看呢 比如他再兵武精 对 这样有一个 你一拱 他居二屏八 有一个周霜 从这个战术 这个初步来看呢 红方有这么一个意图 另外 由于黑方走了两头蛇呢 往往红方也需要呢 这个马怎么出来呢 去改变一下思路 一个是你把这个两头蛇 给它化解掉 我们常见的那种 直冲驻正马的旗 驻退导巡额 来退兵 这个旗呢就是 从中路进攻 马从中路盘处 这个给大家呢 要多做一个歧视吧 这时候黑方就是 寻求复杂吧 它居一瓶二量出来 对 因为它居一瓶也这么着 如果居一瓶四的话 这鸡也容易吃亏 对 你对了居一瓶以后 红方就打通兵的这个手段 红方会占用 居一瓶二也是关子 然后黑 红方 抛弃可以 这会儿啊 变化 也有这个什么 对 也可以考虑冰柳心 又冰柳心 稳健的 这是比较稳健的走法 它抛弃退一 它就是 先防止你马上进一 这步骑 另外就是红方 还有很紧迫的手段 就是黑方 必须要抛弃心 要走了 红方有一什么骑 有一抛弃平八 对 这时候 那你要不注意的话 它抛弃平八 你这个骑 你就左右这个失调了 就是 相机当中常用的一种战术 就是通过对相同的子力 来进行转换 转换的过程当中呢 来谋取先手 谋取优势 那现在红方就 不能走抛弃平八了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黑帮有一个 马上进三登兵了 我给大家简单摆一下这个变化 登 这个是出现过的 这个在老普的 这个全国高零比较是出现过的 好 然后那红方也只能这个换据 地方马上进四 你现在又打你这个据呢 又要挂脚 你据只能回退 还一将把中兵给当过 这个骑红方的物质上呢 就是损失的比较大 所以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骑呢 并不划算 大家呢 要知道呢 这里边有这么一个变化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 就是考虑把菊退回来 对 然后黑帮也是泡八斤了 红方 菊退 黑帮就长 接下来呢 就是一般红方走这个比较多 这个也有很多骑手 进行过尝试 就要平时一吃 泡八斤 马上进四 然后黑帮再去八斤 去八斤就 它是一个骚扰 这个手段也 对我们广大的爱好者 有一个提示 一般我们都知道这种过河菊 巡河菊 骑河菊 二路菊 一般进攻来讲呢 是走过河和二路菊最多 但是这个手法呢 也是一个特殊的手段 它的目的是在于 来通过打向的这种先手 命令红方呢 把向飞起来以后呢 让红方阵行呢 松散 然后再把这个菊呢 撤到这个防御的这个地方 去八斤六 这个骑子也是一个 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走法 红方呢 就说的 略好一点 但是呢 黑方这防御呢 也是比较 结实的 对 双方互缠的一个局面 对 那时代当中的红方呢 就没有采用这个冰箱机 因为这个 骑手呢 可能也比较了解 陆维涛也知道 这个赵伟呢 这个布局上的研究有素 他呢 就是 主动呢 这个 求变 他走马三斤 对 马三斤 这个以往呢 下的比较少 还是对兵的比较多 对 给我印象里 应该是对兵的比较多 这步棋还挺新颖的 对 那么黑方也面临着这个压力吧 他实际上走的是 马七星六 他是先走一步先手 这步棋呢 从实际上效果来讲 他也有点他的想法 也是可行的 另外 觉得不错的 还是巨发进三 把巨来亮起来 如果你对兵 我就接受 对 你马五行三号 我也炮发平漆 你对局 我再炮他掉过来 也是可以考虑 那黑方走这个呢 就是说 命令红方走这个 黑方马再回来 准备这个八路炮呢 来进一步呢 这个拓展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就是兵器紧衣了 兵器紧衣来这个对兵 希望这个子弟呢 逐步的盘旋而出 黑方走马二斤 红方呢 这个时候 当然不能走兵器 这个炮掉了 是先手啊 在打底下 红方这个时候 也刻不容法地 要采取这个 冲锋了兵骨骑 再沿河呢 来阻止黑方 这个循环炮 如果黑方走炮 兵骨打 这样子 那兵器紧衣 对 红方这个七路兵呢 有些先手 将来还有什么 就是你妈这个 脱帅的这种手段 就等等吧 还有居六进五卡住 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不肯 走炮兵骨 他实战当中呢 他选择的是 马一退三 对 他修行了一个简化 比较求稳 应该说 这路变化比较求稳 但是也可行 另外黑方 还一路呢 比较 这个 好 针锋相对的 也可以考虑走足步行 那 那红方是也是 我们把这变化呢 只能过兵 给大家 介绍一下 他炮兵骨 然后 打着中马的 红方也只能 跳 那黑方 换掉这个中炮 底线一僵 然后向我推散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不错的招法 他走 鞠八进旗 这儿呢 就等于黑方呢 对红方呢 也形成了很大的这个牵制 如果你走马鞠进旗 灯的话 黑方就捐二平一 把这个鞠呢 让上去 因为这个旗你不能长 长它鞠四平六啊 双立类 是一个练马鞠的杀 先把这底线守住 对 这些红方也没有明显的 这个手段 那另外呢 红方如果走马 下兵的话呢 就是黑方呢 这个鞠呢 可以把这个 站到这个位置 或者他先鞠二平四 把你拖住一行 你马鞠进旗 要连马 然后他走鞠八平三 过来 这个棋局呢 就是啊 双方这个子弟 也纠缠在一起 这个 这时半会儿呢 看不出来谁明显的 好或坏 就这种走法 是黑方比较凶的 这个走法 但赵伟可能 当时呢 这个没有考虑 这种走法 他可能看简 简化了也是 他已经接受 对还可以 中炮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呢 走得马一退三 然后红方呢 走马五进旗 这只能换了 他拱下来以后 然后红方呢 就兵五进一呢 拱了下来 好 这个旗呢 可以说呢 到了这个 非常关键的地方 双方呢 这个 进入了终局的激烈 博杀 稍后呢 再把后面的棋局的 简简单的 再带给你 好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观看 精彩队局 那这个棋呢 就是我们刚才 讲到这个 这个兵五进一拱 那么 黑方这个棋 他刚刚办巨八 他实际上走的巨八 他非常没有走马七 进入灯呢 就是他怕巨子瓶 吃掉 这个棋这个把呢 潜无尽怒 将来怕这个巨六进入 这些手段呢 黑方呢 可能怕 黑方 都好 各自位比较松散 实际上中呢 黑方这部戏 还是走的不错的 巨八进三 来弃这个中向 如果红方拱向 当然红方也可以考虑拱向了 黑方把它飞掉 然后再把兵吃掉 然后黑方呢 接下来有一个马七 这有这么一个 黑方呢 还能够接受的 这么一个证实 就是黑方少一个像 但是他的位置呢 比较好 还多了一个边族 所以这个棋 要是下下去的话呢 也应该说双方基本上呢 接近军事 黑方呢 是这么打算的 但是红方呢 通过这个林场的这个计算呢 沈尼多士呢 他没有采用这个兵器形状像 而是选择了兵武平寺 这个更加这个复杂的这种走法 对 希望保留这个国河兵 对 这里呢 就是黑方呢 也是到了一个这个 很关键的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走 何去何从 实在当中呢 黑方没有处理得很好 事后呢 我们来研究这个对局的时候呢 看到了就是黑方走马七 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红方走 居六平二 拉住黑方去炮的话 黑方这个时候恰好有一个回马 能够 对红方这个四路兵呢 形成这个 攻击 将来还有这个足迹寅送兵 还中炮 这些手段 所以这个棋呢 作为黑方来讲呢 应该说形势还很不错 马七七六这招棋呢 反正是看着比较 强势 就是 生硬呢 把这个 你这个居兵切断联系 如果你下兵 我就直接将你 直接这个反击 那他可能 马六平四 很有可能会冲冰冲下来 那我就给你将嘛 将 你只能不是 我就马 就跳下来 我下不了 灯你中炮 这个居位太差 对你还得居六金二 就进行防御 这个棋的黑方 肯定是比较满意的 黑方这子力的 整个是向前推进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 马七六没有走出来 非常可惜 他呢 实战当中呢 他选择另外 这个 对 炮八进 对 他下底炮 准备去进攻 其实 老师 我当时看这棋 我也挺理解 黑方这个总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提的 我一看 这个红方一般 有中炮的时候 这个两个像 都是分开的 连不住 对啊 这底炮 我下一步一平边炮 一下底 马上就有攻势 对 而且这个你兵 暂时也冲不下来 我就随时有炮 二平五这将军的气 你下兵 我就将也反 就反将 以后呢 我就准备着 四边炮 陈启菊 来这个制造攻势 对 确实呢 黑方这种想法呢 从想法上来看呢 也并不错 主要还得看 后边的招法 是否能够 双方这个 能够 谁撬到最后吧 就是红方本来 也可以走去认识 比较利于控制局势 红方实际呢 他走去认识 他准备将来 一个是拱你啊 还有剧的平行 吃的也是先手 对 红方这进居非常强硬 对不起 陆维涛就说 比较 喜爱进攻 也善于这个进攻 在这个进攻当中呢 确实呢 还是颇有几分 大降风度的 他泡花瓶角 然后红方这招起 走得也很精巧 他呢 并不去连向 因为连向他不好演 对 他把炮平过了以后呢 准备这个炮 三斤四打出去 又保底向是 又打对方闷过 他这一招两用 这个思路呢 确实不错 我想可能这个临场赵伟啊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走法 一走这个以后啊 可能赵伟啊 对形势这个判断啊 就觉得自己这个鞋很难下 一下呢 就心理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对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全国相机甲联赛啊 是这个团体赛 是四对四的这个比赛 双方呢 今天赛制呢 又进行了一个 比较新颖的这个改革 应该说大家 比较认可这个赛制 因为比较合理 两先两后 就每个队派上四个队员 但是谁走 谁走后呢 不知道 你只有两个人先 两个人后 然后如果双方慢棋 四番棋总战机打平的话呢 还有加赛快棋 就说四番都合了 或者是赢的都一样多 那每个队呢 再抱上四个人来 抽取两个人呢 来进行呢 赴加赛 就是加赛快棋 十分钟包括 每步机加十秒的这个 加赛 加赛呢 今年也是有一个 特别大的改善的 就是说如果双方打平了 那么双方各得6.5分 也就是说如果慢棋 和快棋都打平的两个队 各得1.5 如果慢棋直接分出胜负的 就是说有一分多赢一盘以上 5比3以上的 就是3比0 如果是1比2 那就说的慢棋 打平了 谁加赛快棋取胜 就是快棋方呢 获胜方呢 取得两分 慢棋方呢得一分 对这样更考验这个每个棋手的 这个综合实力 对对 那就说这个棋呢 这个团体赛呢 这个选手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这输赢不仅是对于个人有荣誉 你对于你这个地方 你对于你这个队伍呢 都有莫大的影响 所以每个棋手呢 又要各自为战的 又要兼顾这个团体 那我们这个棋手呢 也就是干这些工作的 也要逐步试 那就看谁能够调整的好 就这部平炮以后 我觉得黑的 就是可能黑方这个思路 当时局限在下地炮打平这场了 然后这个思路就是 太执着这个想法了 从对局的进程来看呢 他没有想到其他的这个方法 对 他其实这个棋的黑方有一个好棋 就是走炮进一 掌炮 就是说调动那个二楼炮啊 来准备扣中炮 将来进行反击 就是如果兵四平三的话 黑方这个局呢 一种办法是来点局捉炮 还有一个办法 就直接这个蓄力也是可以 这两种招法呢 就是黑方呢 都可以有很多的战术机会 但是他当时临场呢 我是这么想 就是他这个二楼炮吊着 他老想着打兵这个事 对 他就是那个 在调动二楼炮来组织进攻 这个思路呢 没有跟上 他当时呢 他就是希望尽快这个 下底线突破 对 那么这个正所谓呢 错误的这个方向 错误的计划 带来了错误的招法 被红方呢 顺势呢 这炮三进四 红方等于是 这个全部的都实现了 他这个 因为现在再掌破来不及了 这是闷弓 对 黑方就马708 对马708 现在黑方有一个头戏 就是打向的 当然说打了 他打过来 他也是后手 黑方可能整体思路 就希望尽快把这个 巨马炮调动起来 他可能觉得这个马 是不是能够再前进呢 对 换中炮 对 他可能隐约觉得这个马 蹬起来以后 这一闪击 不就炮有打向了吗 然后马还蹬着你中炮 如果能把你中炮换掉了 这个气 黑方呢 也就是这个攻势的 就能够 与红方完全看好了 那我们看 他是不是能换 红方 居四平气 这个气就比较麻烦了 黑方这个二楼炮 如果退的话呢 他也没有好路 那不理的话 就居里面又吃 对 他实际上当时 就可能长了一步 就想气炮 本身就有这个 把这炮气掉的这个思路 然后 但是红方可能也是没有畏惧 对 居里面 他这个九二层四 也是被迫执照 对 平炮僵也不行 僵有一个反僵 对 因为僵它正好有反打向一僵 反对 这通过这个转化呢 红方他等于强行地 吃了一个炮 回来 那黑方呢 又轮到黑方走 黑方又把这 兵蹬掉 看这个底线呢 能不能制造一些这个战机 对 这个棋呢 就是说 攻守啊 要先配 对于一个棋手来讲啊 有的时候呢 是要大力进攻啊 但是 类似这样的局面呢 就是作为红方来讲呢 就不能呢 去一味的进攻 因为红方现在进攻呢 暂时没有路了 对 还要先防守一下 对 他退居就是想先防住 红方这个时候走的也非常劳劣 他准备下步走 居八平三 完成这个防御 只要把这个底线护住了 这个棋就问题不大了 但我们看看黑方这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 因为你灯泡肯定不行 你向前一飞 我就正好连住了 这个跳马也不行 这还是能居 对 你跳马 他正好 居八平三 你也没有用 你这么打居 他既可以对打 也可以居三尼 你都没骑 那么黑方呢 这个棋 看起来就要出骑了 但这个时候就偏偏出不了棋 那情急之下 黑方呢 看也没有办法了 他就再骑一个马 走马骑队伍 准备呢 就强行把这个底线呢 打通 红方走居七平五 一吃 这个棋 可能还是黑方 这个情急之下 他就走炮九平七了 对 他希望这个 有一个双鞠错这种走法 实际上 炮以后吃来吃 他也可以走居八平七 对 那居八平七呢 红方就居五平二 这个棋 如果你吃炮 他就有退居桌 你就没骑了 对 如果你再打这个 红方呢 可以巡逻鞭住 他将来有这个对居的先手 这个棋的 这个棋呢 就简单的说呢 就是说黑方呢 尽管也很凶这个攻势 但是红方这个中炮啊 把黑方这个类鞠啊 切成住了 黑方类鞠抬不起来 对 主要鞠出不来 就没办法 红方将来多次呢 还是占用 比如你退一将 他上将 你吃炮 他可以对居 对 这个棋应该说 红方呢 这个还是多次的占用 但是黑方这么走 要比实战呢 可能够完整 就是说更对红方呢 有一些考验 实战当中呢 红方一退居呢 黑方是走的 炮酒冰漆 对 炮酒冰漆 然后再打个射 这个棋呢 就说的 我们在选这个对击的时候 怎么说 怎么说呢 就是这排棋 主要是由于这个 杀的双方比较激烈 在这个 现在这个像甲呢 就是日益水平接近的时候 就是完全这个 大沙大海的棋呢 应该还是比较少的 对 其实还有这个上海队呢 还有 跟河北队还有一盘棋 也很精彩 对 就是对队的双方呢 就是上海的这个 全冠军获得者 特异大师 这个孙永忠 对这个河北 金环建设队的这个刘明 刘明呢 也是来自这个 宁夏的一位选手 这个今年的这个河北队呢 把他这个 这个双戒过来 那盘棋呢 就是双方那个战线也很长 双方走的呢 那个也是有本有眼 也挺有意思的 但由于招法比较长 最后下到了很长的这个残局 最后是马炮 对马双足 双向的这个残局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大家呢也可以上这个 我们那个向旗有关的网站呢 去看一下这个结果 还有那个欣赏一下 他们的经过 对 那么最终呢 这盘旗呢 是这个陆伟涛呢 这个战胜了对手 那么上海队的孙永忠呢 又战胜了刘明 然后最后双方又加财快旗呢 最后是河北队呢 以这个快旗多胜一盘的这个胜处 对 这时候有一个很妙的一条旗 这个旗呢就是红方呢 这个看到实际成熟呢 就把这个菊呢就弃掉了 它是先进后取 对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随便吃吧 你吃完这个菊以后 我再把这个菊呢吃回来 举巴腿 这黑帮也没有话 就说这个旗啊 砍相本身是一秒钟 它当初啊之所以用这个菊 这个菊回 这个菊吃来砍相 你不能飞 它是门宫 你将它上降 你吃一吃 然后它把这个菊吃掉 它通过这个点睛 把菊吃掉 对 然后红方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菊五瓶八 叫江 对 先进后取 对 反江的话就有一个炮瓶三 走到这呢 就是说黑方呢 这个看形势已经输定了 它就不太下了 如果它下的话 真是这个江 对 红方有这么一个 炮瓶三 反尿杀 这儿通过这个双方这个大插大喊 最终结果呢 这个出来了 红方取得了这个胜利 就骑走到这儿 那也应该说这个向甲呢 进行了这个十轮了 应该说也是越发的这个激烈 这个精彩 像这儿这个种大刀阔斧的骑呢 我想也会实际上可能就有这个骑手的创造出来 我想这个大家呢 也多关注这个今年这个2014年这个QQ游戏天下奇异的全播下棋甲联赛 也感谢了大家呢 这个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朋友们再见